大家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分享粤菜中的两大经典 学会这两种粤菜经典炒牛盒 你就是厨艺大师一盘不够吃 干炒牛盒与湿炒牛盒的美味奥秘 这两种炒牛盒各有千秋 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 跟着我们走进这场舌尖上宴 新鲜的牛肉,开始处理牛肉 切片,腌制入味 接着,热锅冷油 牛肉快速翻炒至变色 起锅备用 随后大火烧热,合粉入锅 快速翻炒,加入豆芽,葱段 最后牛肉回锅 几滴生抽调色增香 一气呵成,干香四溢 倒入酱油一汤匙 老抽半茶匙 白糖少许增鲜 食盐一茶匙调味 食油适量 抓捏均匀腌制十分钟 热锅倒入适量食油 倒入蒜片爆香 倒入腌制好的牛肉 翻炒至牛肉变色 倒入红辣椒丝翻炒片刻 倒入绿豆芽翻炒片刻 倒入盒粉 倒入盒粉开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干炒牛盒精髓在余 火厚和油亮的精准控制 每一根盒和粉都要裹满香气 不粘不腻 牛肉嫩滑,豆芽脆爽 淋入一汤匙酱油调味上色 继续开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撒入适量的葱段 出锅上桌 酱心不浴 每一根和粉在锅中轻舞 与嫩滑牛肉共谱味蕾交响曲 火候精准干炒牛盒 焕发诱人色泽 热锅下油倒入蒜片爆香 放入牛肉翻炒至变色 倒入高汤或酱汁 倒入盒粉开大火翻炒均匀 吃炒牛肺的制作 开始了同样的腌制牛肉过程 但这次炒制时 加入少量高汤或水 让和粉吸收汤汁嵌汁的调制是关键 一边快速翻炒 一边倒入嵌汁 直至和粉呈现出诱人的光泽加力 快速翻炒均匀即可 失散牛盒 其妙处在那一抹恰到好处的湿润 和粉既软糯 又带着汤汁的鲜美牛肉与青菜的搭配 营养均衡 味道层次丰富 密质酱料 缓缓渗透 让平凡食材 幻化为非凡美味 每一口 都是对传统风味的品味 亦是创新灵感的闪现 不吃只是遗憾 异常便上瘾 干炒牛盒 干香四溢 每一口 都是干脆利落的满足 失炒牛盒 则是细腻滑润 满在着汁水的醇厚 无论你是偏好干脆 还是偏爱湿润 这两道菜 总有一款能征服你的味蕾 今天的美食之旅 就到这里 不妨在家试试看 我们下次美食探索 再见 别忘了点赞关注 寻微世界频道不见不散